帶著被害人領到護照 準備離開外交部領事局的 張姓 女主嫌 三名男性被害人 站在一旁目擊 主嫌被上銬 搶搭飛機 員出國夢 暫時直步 刑事局中打宣布 偵破近日國內第二起人蛇 販運案件 因為兩名個案一個回台 另一個沒附贖金 暫時回不來 警方就此盯上繽紛多路 逮捕嫌疑人攔阻被害人 查扣的髒證物當中 最關鍵的就是 登載被害人的黑色筆記本 個案下落至今讓房東憂心 嫌犯在筆記本內登陸 至少三十五筆資料 跳劑的打叉 順利出國的打勾 其中還包括警方攔阻的 五名被害人 警方透露 主嫌活動三名共犯 誘騙臺灣人出國賺高薪 被害人若順利入境柬埔寨 嫌犯獲得十萬 成功入境泰國 則是一萬到一萬六 不等的酬勞 警方透露曾有被害人短暫 與嫌犯交往 最後還是被送出國 及時主嫌堅稱沒有涉案 落網後仍遭法院裁定 受壓禁見 三零雄中部 綜合報導 人蛇集團首腦就是這名 四十一歲張姓女子 通訊軟體大頭罩曝光 鮮艷粉紅長髮化名桑妮 重點自我介紹欄位上 還打出這床話自我期許 心存善念不害人用心堅持 做好對的事 跟他犯下的罪行打相徑庭 他二零一八年 曾在彰化通訊行上班 警方說他專門辦理 王八機供中國客 來台通訊使用 透過這層機會 結識中國詐騙集團高層 以及幹部 今年初開始吸引被害人 通常透過社群 柬埔寨我要工作人才網 片門收入社團等發佈從事大自貨 博弈機房等工作 包持包住祭出高薪報酬 藉此誘騙台灣人上鉤 承認說他有受某個公司的委託 來協助幫忙人事招募 辦理證件 否認這個是要用詐數 讓人家出國 詐騙集團據點在桃園 被害人上當後 成員就會去接人 接著幫忙辦護照安排住宿 行程都有白排車司機接送 集團除了祝先張姓女子 還有三名共犯 雜費支出 還要幫忙買早午晚餐 甚至內褲 拖鞋 零遲等 也一併負擔 花費八萬多塊錢 一條龍送被害人到柬埔寨 朱仙母親難以置信 激動落淚 母親痛哭前天才跟女兒通電話 沒想到才十點一天 她竟然狼鋼入獄 遭彰化法院裁定 收押禁見 直呼做錯 就要受到司法制裁 三熊 許淑瑋 林維智 謝雲珍 彰化台中綜合報導